劳务都赖区18位被扣的榴莲农民 经历两天延扣后 今天陆续获得保释外出 让农民的家属暂时松了一口气 被扣的农民家属是在今天早上9点开始 分批抵达劳务警察总部 并依序进行保释手续 而被扣农民随后也获得在场人士 给予加油打气 其实在整个过程上 我们不是被逮捕 我们不是被撞 不是抵抵抗或抵抗汉的情况下 而被关去警局的三天两夜 所以我们这样子讲 它基本上整个的过程 它是以打压的方式来所谓的就是 要请我们回 我们是在关心 这件事可以被查看 没有被捅他的 我认为他们共产党 他们共产党 共产党 他们共产党 但仍然没有理由 为他们继续 不可能让他们继续 在过去刚刚也有一些农民告诉我们 他们在里面 这个扣留所里面的这个水给的他们非常的少 那食物也非常的少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在里面扣留了两天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 榴莲巴那边呢 他们这个警方加重这个警力 去驻守那些入口 所以惨罚行动会不会继续呢 看来相信会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律师团 正在通过不同的这个法律途径呢 包括提告这些执法单位 藐视法庭的这个所有的行动呢 正在进行中 此外呢 都内的这些农民呢 也是非常的愤怒 因为他们的耕种了几十年的这个能作物 就这样子付诸东流 政府根本没有考虑过他们 到底要如何继续生活下去 这是相当令人遗憾 昨天前往老物推市厅声援 老物流连农民的行动党 双西比利州议员刘天球 由于涉嫌违反防疫SOP和妨碍办公 被警方传照调查 彭恒州森林局从4日开始采取强硬行动 摧毁位于老物巴都达南永久森林保留地内的非法种植区 并你要在一个月内至8月3日 砍掉占地101公顷的猫山王流连园 彭恒州森林局局长拿督莫哈默西詹利指出 有关的取缔行动将由各造单位配合展开 并集中对巴都达南永久森林保留地内的范围采取行动 他强调这个行动主要是要确保未来 不会再有农民继续侵占巴都达南一带的永久森林保留地 因此执法需要立刻开始 同时全国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克里沙尼透露 已经派出普通行动部队到场维持秩序 并强调不会向任何影响执法人员执法的人士妥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